大家好 欢迎来到达达观世界 我是达达 带您看最精彩的世界 随着各国的集组发展 资源越来越宝贵 特别是一些不可再生资源显得尤为珍贵 科技发展会影响国家发展 而科技产业离不开石油和天然气 中国国内已开发的石油和天然气却远远不够 所以中国必须每年从其他国家进口 除非中国能开发新的资源来代替石油和天然气 否则资源进口将永远不会停止 其中澳大利亚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合作伙伴 每年都有各种大量订单 虽然这些订单中也有葡萄酒和牛肉的 但是主要的还是石油订单和天然气订单 且金额超过百亿 因为这些资源对国家的发展尤为重要 即使澳大利亚提高了价格 中国也依旧会购买它 但澳大利亚大概是认准了这一点 居然疯狂地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提高天然气和石油的价格 这下中国彻底怒了 不仅停止了向他们购买天然气 其他进口贸易也都全部终止 可是最近中国结下了480艘船 获得了神秘的宝贝 这些宝贝其实这是俄罗斯给我们的天然气和澳大利亚相比 拥有绝对便宜的价格 并且除了俄罗斯 还有很多非洲国家愿意以低价出口天然气到中国 中国和澳大利亚的订单数量越来越少 对澳大利亚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打击 这下澳大利亚完全慌乱了 他们降低价格 希望能和我们继续合作 小伙伴们怎么看呢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我是达达